TWS 无线游戏耳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咦 过去的让我做一 我 你现在带着无线耳机玩音员你个亿的 我不信你带着这能打好 No 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款TWS 无线游戏耳机 是来自 Soundcore 声闯家的VR Peaches 可能单说声阔这家品牌 大家不是太熟悉 声阔是全球销量前十的 全球专业高端音频品牌 受到不少给来美音乐人的推荐 耳机的质量做工肯定在线 闲话不多说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主角声阔VIP10 包装正面除了商标 和耳机本体及闪联系的样图之外 右下角还标明了 这款真无线游戏耳机的两大特点 Lighting Sync低延迟无线传输技术 和双模无线连接技术 这两个功能 在我使用的时候感受颇声 待会我们再来好好聊聊 打开包装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声扣VIP10充电盒以及耳机本体 揭开隔板 下方则是一颗闪联系 和一堆真男人从来不会去看的说明书了 包装最底部则三副 可供选择大条尺寸的耳塞和Type-C充电线 充电盒表面并不是亮面的 而是做了类似谋杀手感的表面处理 握在手里就像一块温润的鹅卵石 相较于亮面处理 日常使用时也更不容易沾指纹和产生划痕 个人觉得配合充电盒的设计 整个耳机有一种太空仓的感觉 还是挺有科技感的 有一种游戏主机摆在一起来看 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看完耳机的外观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耳机 我最喜欢的两个点 30毫秒超低延迟和同模双连 Lighting Sync是深刻自家创新的闪连技术 实现了30毫秒电竞级低延迟音频传输 与视频上常见的一些真无线蓝牙耳机 高达150毫秒左右延迟相比 只有30毫秒传输延迟深刻VRP时 甚至能够用来打音游也没有压力 在Switch PS或PC上用来玩游戏 包括声场音质和延迟等 在内的综合体验相当不错 在很多对声音延迟要求较高的 音游射击游戏里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搭配深刻APP内的超级听力功能 在玩一些枪战射击类的主机或移动端游戏时 沉浸感会更强哦 在保证了低延迟的同时 深刻VRP时还有着不错音质表现 得益于耳机内置的11毫米超大洞圈单元 在人声呈现的方面也可圈可点 所以无论是用它来玩游戏 还是日常听听歌 看看电影都是十分好用的 然后聊聊用下来 我个人喜欢的第二个点 同模双连 顾名思义 这款耳机有两种连接方式 可以供你选择 可以通过蓝牙或是闪连器连接 但重要的是 深刻VRP时能同时进行蓝牙和闪连器连接 并将两种设备上音频 同时输出到耳机内 实现混合听音 例如我玩一些连接游戏时 是比较喜欢和朋友开的语音边聊边玩的 但往常我戴上耳机和朋友语音之后 游戏里的声音便听得没那么清楚了 总是会有些麻烦 但使用深刻这款耳机一两天后 我就发现了这个功能 于是我就经常用它来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但通过闪连器连接Switch 它和朋友边聊边玩 两边的音频输出都相当清晰 可能在PC上这个功能不算多稀奇 但在主机玩家手里 这点可相当的方便使用 至少我个人是会经常用到的 此外这款耳机匹配设备十分方便 只要把闪连器插到对应设备的Type-C口上 声音就会直接输出到耳机里 官方标策对VR PC Switch PS45 Steam Deck 手机都支持GXG连 同时闪连器的设计也很人性化 具备于其他类似U盘一样的闪连器 增过VR-P10闪连器十分小巧 关键哦 可以磁器收纳在耳机盒里 解决了外带时 有些耳机的本体和闪连器 需要分开收纳的痛点 也降低了闪连器遗失的概率 同时闪连器上还预留了一个Type-C的母口 最高支持18瓦充电功率 方便玩家在连接耳机的情况下 不影响对设备的供电 搭配深刻官方的APP 这款耳机还能进行许多个性化设置 可以对灯效 闪连器的均衡模式 以及触摸控制进行个性化调节 比如在灯光效果里 可以对耳机的氛围灯颜色进行调节 默认是紫色 比较遗憾的是 目前只有五种颜色可供选择 要是官方后续能够更新更多的颜色 或者直接整一个色盘 让我们手搓就再好不过了 总的来说 深刻APP界面简单直观 上手十分好用 另外这款耳机还有一些 我日常使用中比较喜欢的小细节 一是深刻VRP时 单手开合十分轻松 享用时非常顺手方便 二是区别于市面上 常见插入式收纳槽设计 深刻VRP时 收纳槽十分完整 使用完不用对太准 搭配磁吸也能轻松放回 三是耳机充满电 单次续航长达六小时 官方标签搭配充电盒 最长可以实现24小时续航时间 不过呢 这款耳机唯一的缺点 就同类产品里属于偏贵的价格了 还好最近有优惠 我个人几天用下来 觉得它的使用体验 完全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一分钱一分货 总结一下 如果现阶段 你需要一个出门时日常使用 或玩游戏十分方便 在家也想能够和朋友 畅快地边聊边玩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下期见拜拜